星級卵靜 在恆生指數上星期方面 先壓低至今個月的低位 接近19,200點 然後隨著中美中概股的傾電數 就低位反映1,500點上來 但星期五方面 爆威的Jackson Hall說 聯儲局的加息手段要非常嚴謹 導致只是1,000點 看今個星期方面 仍然聚焦內銀的業績 星期五出業績的美團方面 比預期中好賺了20億 更加是比大行預測 離早了幾季已經接受到的盈利效應 其實看回美團在星期一的聲勢 非常之凌厲 如果短線看回美團 再駁一棍好賽的朋友 可以考慮現價10%外的 普倉部署 在現價低5% 就進入止算的動作 美團公佈了業績好過預期 上天息得逆市向上 曾經升超過4% 在收私的時候 升幅稍微收集 不過仍然站在50天線 大概185元的流箱 跟進炮姐的部署 如果大家繼續看好美團 有機會進一步向上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星展的美團 Colin 22279 22279這隻美團的Colin 能使價是225元 到其一去到12月尾 槓桿都比到6倍左右 假設去到炮姐比的上升參考價 大概210元左右 這隻22279的美團Colin 假設引申波幅不別 持有一個星期的話 這隻22279美團Colin 比到潛在升幅都可以有7成左右 好久點 謝謝 我剛才知道 技術 阿瀞 好久